周末将至但南韩的民众恐怕哪里都去不了 因为大雨一场接一场下不停 首尔地区连夜豪雨 不少河川水位飙高 地势较低的路段都泡在水里 附近主要双向干道 一度实施交通管制 另外豪雨造成土石松动 土石流风险大增 包括首尔 仁川在内等九个省市 都发布最高等级的土石流警报 全国目前有约134人紧急撤离 南韩气象预报显示 随着雨云难移 首尔大都汇区尽管雨势减弱 但全北 中青和金基道南部等地区 都可能出现200到3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